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不求上进了 自从她去了深圳以后整个人都变了 从穿衣打扮到整个人的想法状态都不一样了 我不是没有为她做过努力 一直都是我在逼着她努力上进 她就像天天做梦一样 这个包袱太重了 我之前就这样 为什么她不跟我闹 还不是因为她现在心气高了 看不上我了 无论如何我之前挺相信她的 现在她都开始骗我了 我俩之间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再继续了 信任都没了 爱还能在吗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 女先生 二十二岁来自河北 学生 女嘉宾夏女士 二十二岁来自河北 跳舞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就要往一年半了是吧 嗯 是的 是同学吗 过去 我们不是同学 但是我们一直是异地的状态 异地啊 对 是的 怎么认识的 我是青红岛人 然后她是宝定 她在青红岛上学 我在唐山 哦 那怎么认识的呢 在一个朋友聚会上 把我俩挨得比较近 她当时就挺悉心的 后来她主动加了我微信 然后之后 自然而然也就在一块了 我俩第一次见面 我都感觉她挺好看的 我都感觉一见钟醒的那种 特别喜欢吧 然后就那会儿 对她一直特别有好感 挺甜美的 是吧 甜甜蜜蜜 对 你还有多久毕业啊 我今年六月份毕业 你已经实习了还是工作呀 现在算 现在实习 小片里说是在深圳是吗 对 在深圳工作 是什么 积物段还是成物段呀 在船上 哦 船上 对 在船上 学习的是邮轮 然后比较对口的 哦 要世界各地跑吗 还是固定的航线 不是 这是固定的航线 哦 这个职业也挺辛苦的 是吧 确实 时间比较长 好好好 好 怎么了 今天来我就是跟她分手的 她太不上进了 我是一直是保持那种 我推着她走 我想让她上进 我去帮助她在事业 在工作上 太累了 然后现在 她又敢欺骗我 我父母给她安排的工作 早就给辞了 那我辞那工作 我也没有刻意地说要去骗你啊 我只是想过段时间再告诉你 再说我 都过段时间 我都调回来工作了 我为了你都也调回来工作了 那我当时要告诉你 你没有告诉我呀 你不得给我闹吗 我当时告诉你的话 那现在到这儿了 我要跟你分手了 你开心吗 那你现在要跟我分手了 那我以前不也是这样吗 说白了就是你去深圳以后 你整个人都变了 你在深圳是你工作环境也好 你整个人都飞了 现在看不上我来跟我分手了 我怎么就飞了呢 我是我的工作 我的专业 我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去深圳的时候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你想找一个深圳的成功男士 就给嫁了 那你说你这么说 那我能让你去深圳吗 我不是说找一个事业有成的 那想激励你吗 我一直是推着你走 我来给你安排工作 什么什么都要帮助你 你只是呢 在生活一个小圈子里 天天在原地打转 那我觉得我现在身上都挺舒服的 为什么什么事都要按着你的想法来 那么着急 那么急功近利 干什么呀 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吗 你一个人我怎么会管你 没有人会管你 那两个人的时候 我想揪着你走 我的事业就一点一点往上走 主持人不知道 我去深圳了 就是因为之前就是 我觉得他黏着我腻尾 然后我走了呢 又跑深圳黏着我去了 就是不好好工作 不是挺好吗 就是你去了深圳 人家就去深圳看你是吧 对 我那会儿本来我就没有钱 然后我攒着钱买特价机票 去深圳看他 然后谁知道我去深圳以后 我总共就去那么三五天 我还碰见他一个男上司 开着车送他回来 那一次是人家顺路把我烧回来 你在家里等我呢 那我还不着急不着慌的 我还回来呀 你也不去接我呀 你男的上司那么多女同事 那为什么就偏要送你回来 都那么晚了 人家是顺路 住的地方也不远 而且说 你没事你爬窗 我看我干什么呀你 我也没有刻意地要去爬窗户看你 反正我就是看你了 你那么着急 你怎么不过去接我呢 那就算你这次你没有事 那我第二次去呢 我十一月份去的时候 我赶上你们观光日节 你们同事聚会 我也跟着去了 那你给你男上司 那不还是有事吗 那你们两个 你给男上司一起 还组搭档 还玩游戏 还喝酒 你以前从来都不喝酒的 那一次观光日节 一起在那吃饭喝酒 那不是你也想让我去的吗 本来倒是主任 您不知道 我的上司跟他女朋友也在 人女朋友也在旁边啊 就你有事 就你天天脑子都是戏呀 那后来你那个男上司 都坐到你身边来了 我觉得他就是喜欢你 你俩肯定有事 哎 介绍你是什么人了吗 一进门怎么介绍你 这很重要 他怎么说的 我说他是我男朋友了 对他说的是 我是他男朋友了 哦 对就这么介绍 那那个上司带他那个 女朋友来是怎么介绍的呢 那大家都知道关系 挺明白的 回头人家都说了 哎你那醋的孩子男朋友啊 什么时候再来深圳呢 怎么怎么样啊 我这让我挺汗颜的 其实是 就给咱们翻篇吧啊 吃醋的事都不说了 咱们说说工作的事啊 所以怎么个打算吗 你是想跟人在一起吗 对我想跟人在一起 咋打算呢 说说打算 他们有在一起的那种打算 他们有 你说有没有 我有我真的有想在一起的 说 就是我现在不是大三嘛 我感觉我去找工作 我也大三呢 也不是那么着急 我们力也一样大呀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来说吧 他不行 然后 就可费劲了他 你就让他费会儿劲 来来来来 你说 我之前的时候 他通过他家里 给我找了一份工作 我觉得是建筑 找了一个建筑单位里面上班 挺好啊 确实刚开始挺好的 但是 但是时间长了吧 就是 那个公司 整天就是加班 然后 然后挣的也挺少 我感觉压力也挺大 后来就辞了 你压力大辞职 你一堂堂七十男儿 你能干点什么呢 那我感觉 为什么什么事 都按着你的想法来 那么着急 我感觉一步一步 一个脚印来不挺好的吗 是不着急 咱俩在一块 你就没着急过 就我俩 跑了一年半时间吧 然后一直就是异地嘛 前面年的时候 是热恋状态 他经常来 唐山来找我 攒了那么一搭 火车票 然后还有一期看电影 我一个小男生 特别心细 然后 寒假呢 我回家呀 他为了我 没有回家过年 对 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陪着你身边 你别为了我 为了我 这为了我都能写出一首诗了 然后下半年的 我就为了 也不是为了他吧 就是说 我想要在一块 不是那么一地恋了 因为情统岛那边也有海 也有那个 邮轮上的工作 因为是我父母 给他安排的工作 我觉得一切都挺稳定了 他也对那工作 也挺感兴趣 没事就给我发过 那个小视频啊 照片啊 觉得他生活也挺好的 然后我就调过来了 调到情统岛那边 又轮工作了 听他朋友说呢 他把工作早辞了 那我感觉不合适 你还认为他在情统岛工作着 是这意思吧 然后你就调回来了 对 你们俩之间都没沟通一下吗 他不跟我说呀 那我不是怕我跟你说了 你给我闹嘛 所以有的没有告诉你 这会儿我不愿意闹了 我也不想闹了 就拜拜了呗 但是我确实我全都是为了你啊 我心里确实全都是为了你啊 又为了我了 又为了我了 这就不说这个工作了 主持人您知道吗 我去时期那一段 他父母给他安排了一个 就是在当文员办公室里面挺轻松的 他就不行了 他就又给辞了 又给先宰后中又给辞了 那你说也这个工作 那我在办公室里当文员 那整天都是跑跑腿打打杂啥的 啥也学不到 而且挣的也不多 那我还不如多陪陪你呢 谁不得从基层做起啊 现在是不是还是少爷状态的 有一点吧 那种状态 就觉得他像一个养老的状态 啥意思 优手好闲 无所事事 然后没事公园溜溜溜弯 你夸张了吧 你这是写诗了啊 你是这样吗 我感觉溜溜弯 他就挺舒服的 你真溜溜是吧 真溜溜手好闲是吧 我的天哪 感觉这样过得挺舒服的 就不说这俩长的实习了 你兼职你做得好过吗 寒假我回家 你为了我留在青黄岛 那挺美好的事 你说你要租房子 还得跟家里要钱叫房租 我给你找了两个小兼职 反正都是在晚上的 可能就有一点熬夜辛苦一点 那你说你给我找到 第一个兼职 那整天上夜班 在酒店里坐安心 晚上八点上班 早上六点下班 那冬天那么冷 晚上上班 白天也休息不回来 冬天哪都冷呀 那每天晚上都上班 身体本来就休息不回来 都吃不消 你这么一大个儿 你身体吃不消 你怎么吃不消啊 大家会儿看那像吃不消的人吗 这个胖也分实胖和虚胖 虚胖它也有可能吃不消 那你说完这个前面 我来秦王岛就是为了陪他 第二份兼职是晚上的时候去酒店里做小事工 那你说他白天去兼职 我晚上去兼职 那合起来咱俩一天到晚 兼职不着面 两个吃饭拍影时间都没有 那还算被中都时时刻刻在一块了 那我是想过来多陪一陪你 我也没想要做什么兼职 不就辞了呗 那当初不答应我好好的吗 咱俩一块努力有一点工作经验 这小的阅历 我差一句啊 您到底希望他成什么样 您觉得就行了呢 就是他有一个工作能兼职下去 因为我看他这些经历兼职兼职不行 实习不行 那我现在主要觉得 我不是还没毕业呢吗 那我毕业的时候 我要是再好好工作 那时候也不枉呀 我也不一定比别人差到时候 不一定比别人差 我们俩一样大 我总说你走在别人前面一步 你以后成功机率就更大一点 好好好 把这个放一边啊 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喜欢他 喜欢他什么 他所有我都喜欢 喜欢他全部 好好好喜欢他全部 而且他平常花钱也挺大手大脚的 一两公里的路 不骑单车打车 那不是因为你在我身边 我感觉冬天挺冷的 那不是怕你冻着吗 别的你可能车接车送的 我也不想让你让你车接车送的 那咱能自己有车了再说呗 你买不起这个面包 你还跟家里一点一点药 一口一口给我 好好好 我觉得不好 我问你啊 你还喜欢他吗 不喜欢了 你今天来干嘛呀 我今天就是想跟他分手 不要对我死缠烂打的了 软磨硬泡的了 好了那我听明白了 你听明白了吗 嗯 哎呀怎么一个弄得跟个妈妈一样 教育儿子 对对对对 老妈子一样 我就感觉有一点恨铁不成钢 扶不上其他 你看恨铁不成钢 好吧来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你呀就是典型的当妈是择偶 所有的事情大包大揽 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儿子 而不是恋人 所以造成了他今天这样啊 你有百分之五十的责任 所以一定不要大包大揽 如果谈恋爱 就轻轻松松地谈恋爱 不要当妈一样地去谈恋爱 太累了 而你呢 就是那种典型的眼高手低 啊叫这个工作苦 觉得那个工作累 这个世界上哪个工作不累啊 我告诉你一个真理 努力不苦 不努力的人生 一定会非常的苦 你现在偷得懒 以后都会成为你的债 要来偿还的 不要以什么去看他 什么爱他 所以没有时间工作为借口 这都是你以我爱你为方式 做尽了自私的事情 所以先学会成长吧 成长为一个男人懂得担当 懂得男人的责任是什么之后 再来谈感情 祝你们幸福吧 小李啊 我刚才没数清楚 你到底是辞过几次职啊 辞过两次职 一共就两次吗 女孩 还有两个小兼职 还有两个小兼职呢 就是四次嘛 对吧 每次辞职 要么工作太累了 要么哎呀 这不是我喜欢的职位 哎呀太冷了 年轻人换两份工作没什么 因为要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但是你这样频繁的辞职 就不是不在找适合的工作 而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工作 谁的青春不迷茫 谁的工作不加班啊 年轻人要有一个年轻人的样子 怪不得他说你跟个大爷似的 天天就知道六个弯 上进心是男人的金名片 女孩 咱就坦诚一点 就是嫌弃她了 看到了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 接触了不一样的人生 你也渴望 我觉得上进心是好的 向往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状态是好的 但是你知道吗 男人三四十岁 和女人二十多岁的时候 都是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 二十多岁的你最漂亮 但是二十多岁的他 还什么都不是 我不针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的是 不管对方是谁 在这样的年纪 默欺少年群 因为如果有一天他奋发了 努力了 他有无限的可能 但目前来讲 他就是原地 踏步 你就是一直向上的这种状态 你们两个就是要调整 别溜弯了 好好去找工作 好好踏踏实实地干活 冷点就冷点呗 今天冷是为了明天暖 懂吗 当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付出的辛苦 三四十岁都会给到你回报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就是我们知道爱情最好的样子 当然是比翼双飞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不能他在前面飞 你莫要追 自己起一个航线 重新飞 祝你越飞越高 谢谢你们 一个男人呢 穷不可怕 怕的是没有希望 刚才左燕老师说 如果你要是一旦努力起来 会更成功 我不这么认为 那是建立在一个男人 有自尊的情况下 他才会这样 但这个女生 即便用那样的方式来刺激她 也没有看到 她有什么自尊的体现 当你看着那个所谓的 上司载她回家的时候 你内心不舒服对吗 在不舒服之后 看见了什么呢 也没看见你有什么觉醒 对不对 你并没有付出生 你连为了一个女人 或者是为了自己 来一份稳定的工作 忍受冬天的严寒 你都做不到 我怎么可能相信 你将来能够给 她一个很好的家呢 其实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首先要做到自己最优秀 爱情一定是让两个人 越来越优秀 而不是让两个人 彼此越来越依赖 你得感觉 感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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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